郭文貴議員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子光博士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教授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先生 文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先生 一息間四位局長會先後 依照剛才讀的次序會發言 然後我們便會邀請大家提問 好 謝謝 好 左邊那邊OK 右邊OK 好 謝謝請四位就座 我會首先請羅局長 為我們介紹勞工及福利那邊的政策 好 謝謝大家 這屆政府全力加強扶貧、安勞、載藥、護幼 和改善勞工福利 我稍後會重點介紹有關 如何幫助有需要的長者、在職家庭 照顧兒童和改善勞工福利和職業安全 和一些未來一年多項相關的重要的立法工作 在改善民生方面 在這屆政府 我們在福利 在今個酬證年度 那個的開支已經是超過一千億難交 我們這一屆政府開支的第一年 已經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二 而安勞服務是增加最多的 是增加百分之八十五 在康復服務增加百分之六十六 現今福利的開支增幅是百分之五十六 在立法的工作方面 我們預期在未來的一年 就會向立法會提交修訂的草案 去提升安勞院和殘疾人士院舍的服務質素 我們希望大致上應該在第一季 能夠將有關法例提升立法會 另外政府已經成立了一個跨部門的工作小組 而去探討一些持份者的意見 所以在書證報告裡頭也宣布了 我們會建議透過立法去強制舉報虐待兒童個案的機制 這個工作在未來 我們仍然會繼續咨詢相關人士 同時加強有關專業人士的識別和培訓工作 下個立法年度其中一個重要的工作 就是要交法例給立法會 取消強積金和遣散費長業服務金的對沖工作 這條條例同時也會有一條全新的條例 就是去成立一個強制的儲蓄計劃 去幫僱主應付取消對沖之後 可能要支付的遣散費和長業服務金 另外一個法例的工作 也會在下個立法的年度向立法會提交的 就是如何提高職業安全和健康的罪行罰則的條例重案 在支援有需要的長者方面 在施情報告也宣布了 我們目標是在下個年的下半年度 合併普通和高額的長者生活津貼 是會採取一個劃一的普通津貼 較為寬鬆的資產上限 現在是三十六萬五千 而合資的人士是會申領一個較高的津貼 即是現在我們叫做高額的長者生活津貼 那個金額現在是三千八百一十五元 當然到明年的下半年度 有關都會經有關通脹作出一些調整 同時也都會探討如何放寬 我們現時在多項的公共福利金的制度之下 包括了高零津貼即是俗稱三個金 和剛才所說的長者生活津貼 在申請之前連續一年規定離港的限制 是特別的 這亦都照顧到日後很多的長者在生活上和大灣區 是會非常之密切 希望可以這個研究和檢討 能夠提供更大的靈活性 在加強支援有需要的家庭 大家知道在在職家庭津貼 我們積津經過兩次的大幅度的優化和調整之後 在活躍的個案的項目 是已經由開始的時候到現在增加了124% 這個亦都在疫情期間 我們亦都在今年6月到明年5月 是將那個工作時數 最低的工作時數是調低 希望可以幫到更多有需要的家庭 在愛護兒童那方面 我們都加強了很多有關加強幼兒照顧服務的措施 包括在規劃上將有關的需求 納入了香港規劃標準和準則方面 我們會陸續增加幼兒服務的名額 以及已經優化了幼兒中心的人手比例 和津貼的水平 另外亦都加推了一個叫做幼兒中心的家庭津貼 另外的工作我們會陸續去做的 我們會將19間互助幼兒中心轉型 希望可以為學前的兒童提供課與託股服務 這個工作我們相信在未來一兩年之間會完成 所有這19間轉型有關的工作 另外一個重要的工作在現屆政府 就是恆常化了一個本來是一個試驗計劃 這個是到校學前的康復服務 我們由恆常化的三千個名額增加到今年確年去到九千個 到下一年就會增加到一萬個 到時候這個到校學前康復服務應該是達到零輪候時間了 亦都是因爲這個到校學前康復服務的成效 我們相信大約會去到2024至25年 我們的早期教育和訓練中心的輪候時間 亦都會變成零輪候時間 主導特殊幼兒中心 我們見到輪候時間是逐步縮短的 所以亦都會在稍後之後 會越來越接近零輪候時間 我們在上一個學年開始 就已經一個新的第一層的支援服務線的計劃 這個計劃主要是針對那些可能是輪候著 他們的評估的一些優異 又或者它是屬於我們叫做邊緣成長發展問題 就是marginal的所謂development delay 有關的學童是可以參與計劃 我們目標在明年是會將這個項目 和剛才所說的那個到校的服務 是能夠可以綜合 因為本身這個到校學前康復服務 本身也都有在設計上 有最多到百分之十 是給那些輪候著停股的兒童 是可以提供幫助的 所以這兩個的項目 將會我們研究怎樣把它融合 在改善勞工福利方面 當然最重要其中的工作 就是在下一個立法年度 向立法會提交取消對沖的條例寵案 我們的目標都仍是在明年的一月 將有關的工作去做 我們現時是全力去做準備的有關法例的工作 以及推展的其他準備的工作 在與之同時為了希望 當我們取消對沖之後 能夠幫助僱主順利去過渡這個政策的改變 我們亦提出了一個優化政府資助的計劃 這個優化計劃的原則上 從我們在2018年提出的方案 政府的承擔大致上是不變的 也維持有關的資助是二十五年 而那個優化的方案主要的目標 是希望令到那個計算的方法 更加令到僱主容易明白 可以預先確定是會得到多少的資助金額 舊的方案是有些難度的 設計亦都比較複雜 亦都不容易明白 新的方案是希望能夠達到意名和簡單 亦都更加最重要是支援中小微企 這個優化方案其中重要的一部分 亦都在頭幾年 是會定立一個所謂封頂的方案 即是說僱主是知道 它最多在五十萬一年的 有關顯示費長期服務金的支出之內 它最多是要付錢 譬如頭幾年最高是三千元 這個就是一個封頂的方案 稍後勞工處是會安排一個技術的簡介會 希望幫到傳媒的朋友 去瞭解這個優化的方案 在保障職安建方面 當然第一個工作就是去減少一些工業的意外 其中的工作是要推廣採用建築設計和管理 以及提升在住宅單位的裝修和維修工程 有關一些離地的工作安全 所謂離地的工作安全 可能是說兩米、三米的一些工作安全 避免一些意外的發生 除了去提升這些減低工業意外的情況之下 當然其中另一個方法就是去修改現有的法例 是提高職安建罪行的法則 希望可以增加它阻嚇的力量 而到真的不幸有一些工商出現 就是怎樣去加強有關福康的工作 現在我們已經做最後的準備功夫 所以希望會在2022年初 就已經可以推展三年的 一個建造業工商僱員對象的先導計劃 我們希望能夠順利推行 另外一個在勞工界都經常去爭取的其中要求 就是有關連續性合約的定義 俗稱連續四個星期 每個星期最少做18小時的規定 我們在2015年當時的政府曾經嘗試去討論 不過未有成功達到的共識 我們會重新審視全面探討這方面 希望在怎樣平衡 僱主的承擔力和僱員的利益方面 是能夠達到能夠更靈活去處理 一個所謂連續性合約方面 除了一部分我不再逐一去介紹 交給大家的投影片 都已經希望大家可以參考 稍後我們樂意回答大家的問題 時間交給陳教授 好 各位傳媒朋友 各位市民 我接下來就是和大家簡介一下 行政長官在他的施政報告中 有關醫療 食物環境衛生 和魚農業等等方面的工作 首先在醫療衛生方面 我們都會和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的主要政策措施 以及我們本屆政府會繼續聚焦 和投放資源在以下的一些範疇 第一就是基層醫療健康的整個發展和推展 重點有三個 第一就是大家知道我們較早前 已經在葵青 在兩年前在葵青設立了第一個地區康健中心 隨著我們的努力 亦都籌備了在其他區 是有地區康健中心的 包括深水堡已經在今年開設了 還有黃大仙、屯門、南區、元朗和荃灣 亦都會在其餘的十一區 設立屬於一些過渡性的 比較規模小的地區康健站 這是硬件方面和服務 第二個重點就是我們也積極地 去優化在這些地區康健中心 或者地區康健站所提供的服務 例如我們在深水堡地區康健中心 會加一個地區康健中心的公私營協作計劃 就是務求在這方面初次確診的糖尿病 或者高血壓的會員提供一些醫務的諮詢服務 而第三的重點就是我們要全面檢討 也已經展開了 整個基層醫療健康服務 以及在接下來的發展 以及在這方面的整體規劃 這個當然我們較早前也提及過 我們即將推出一個諮詢 這個諮詢會看回我們一個可持續發展的藍圖 以及我們也會在現屆政府之內發表這個藍圖 聽取持分者的意見 第二就是我們公營的機構 整個醫療系統都要持續改善 大家留意到在過去21個月 我們的防疫抗疫的工作 我們都會不斷做一些階段性的檢討 總結和適時調教 而在維持本港的醫療系統 我們的高效、專業和快速應變能力 我們都要在不同的範疇作出改善 一方面我們會考慮衛生署 在制定他們實施公共衛生的一些策略、監管 以及如何促進他們在醫療科技發展 以及藥物研發等等這些方面的核心功能 以及要提升衛生署在應對未來的一些 可能更有其他大型公共衛生的事件等等 這些是他們的能力 而第三當然我們持續會支持醫管局 去擴展和提升他們的住院服務 我們有兩個十年的建院計劃 以及發展善用創新科技 以及改善他們的效率和質素 第三在疾病防控方面我們都是不為餘力 除了較早前大家知道 我們有一些慢性病的防控計劃 以及癌症策略之外 我特別想提及 就是我們要檢討 我們首份香港抗菌素的 耐弱性策略行動計劃 在2017至2022年 我們已經實施了多項的措施 我們都會總結這個經驗 以及定第二個計劃 就是一個五年的計劃 也都會落實我們一個 2020、2024的 香港病毒性肝炎的行動計劃 以及各項行動要去推展 而第三就是我們剛剛在9月 已經為一些合資格的婦女展開了 一個乳癌篩查的先導計劃 那方面我們會繼續推展 至於精神健康方面 政府已經在今年7月 推出了精神健康的一些項目資助計劃 邀請相關的非政府機構和大專院校 提交建議書 我們預計批出這些項目 都會在2021、2022年內展開 發展中醫藥也是我們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政策措施 也主要是有五點的 一當然是推展中醫院的興建和籌備工作 也推展設立一個永久政府中藥的檢測中心的籌備工作 第二就是會繼續在18間的地區層面的中醫 契教研中心那裡提供政府資助的門診服務的配額 第三就是就著中醫藥發展基金 大家記得我們有一個五億的基金 我們已經開展了 也有些項目是推出了 我們都會是 因為都走了一段時間 我們會進行檢討 和優化這個基金的項目和善用的資源 也會最後探討 然後是父權中醫師去指示病人 接受一些診斷成像檢測和化驗的檢驗 當然我們大灣區的建設 和我們如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在中醫方面我們也會繼續推進這方面的工作 較早前已經有一些政策 已經拿到例如外用忠誠藥 可以簡化的程序在那裡銷售等等 這些我們會繼續推展工作 而第六就是支援有需要病人 在藥物資助方面 政府和醫管局都會進一步 完善我們的薩瑪利亞基金 和關愛基金的醫療項目的審批機制 去減輕病人和家庭的約費負擔 而香港基因組醫學的計劃 已經在今年的7月展開了一個先導的階段 我們在2022年會展開一個主階段 晚期照顧方面 已經完成了晚期照顧服務 有一個預設醫療指示和病人 在居住離世所需要的一些立法建議 我們公眾諮詢已經完成了 所以相關的法例草擬工作正在進行 當然醫療系統可持續發展 少不免是人 我們的醫療人手和他們的專業發展 所以大家留意到 我們2021年的醫生註冊修訂條例 我們都已經完成了審議 以期讓一些合資格的 非本地培訓的醫生在港執業 我們期望接下來 去立法會恢復二讀三讀 我們也會修改法例 容許一些免醫生轉介 也讓市民可以直接選擇 接受一些醫療專業服務 例如物理治療、職業治療等等 當然也會附載醫療業的條例下的 一些附載醫療專業人員 例如護士、牙醫等 我們也會修改法例 推展一些強制性的持續專業進修 以及一些持續專業發展的項目 也會探討一些未有法定註冊的 一些專職醫療人員 例如臨床心理學家、言語治療師等等 都會引入法定的註冊制度 支持生物健康科技發展也是重要的 因為大家在施政報告中也留意到 政府會大力推行科技發展 而生物健康科技發展是中間重要的一環 所以在三方面包括臨床數據、臨床試驗和藥物註冊等等 其實我們都會全力配合 而醫管局也會設立一個專責團隊 協助更多機構探討如何應用一些數據 與醫管局進行協助研發 以及廣泛利用醫管局核下的醫院作研究和臨床試驗 當然政府會加快地根據藥劑業和毒藥條例 註冊一些含有新藥劑和生物元素的藥物 立法程序 也會支持生物健康科技發展 最後就是走出逆境 我們在過去的21個月 也一直堅守外防輸入和內防反彈的策略 也秉持科學的態度和以科學為本 去實踐我們的一些措施 當然我們現在的階段性 也會作出一個檢討和總結我們的經驗 適度調校防疫整體的策略 接下來也會看看食物環境、衛生和魚農業的主要政策 公眾街市大家都是非常期盼的 有兩個重點 一就是我們推薦多個新街市的項目 包括東涌市中心、設立的臨時街市 因為有些街市的時間都需要很久 所以我們也設立有臨時的街市項目 也有一些新街市項目 在不同的地區也有設立 至於第二個重點 就是推行街市現代化計劃 包括全面翻新街市 第一個就是香港仔街市 已經展開了 我們也預計在明年、2022年內都會完成 環境、衛生也是重要的 我們有四方面的工作 第一就是防治蚊患 食環處當然會繼續用科技去處理 無論在監測或滅蚊的工作 亦都是那個範圍和更精準的指數 一直都在推薦中 第二就是防暑 暑環方面當然要多部門的合作 而房屋處和食環處都成立了一些 一些比較高層次的聯合工作小組 去制定一些在屋邨尤其是方針 如何去防治這個鼠患的措施 也都是在今年11月會在三個地區 包括深水埗灣仔和元朗 去推行一些加強販賣目標的小區滅屬行動 這個亦是擴大範圍和涵蓋公共街市等等 以及一些黑點我們都會留意 第三就是公廁 公廁方面食環處都在過去兩年 積極推進和優化公廁的翻新計劃 有90所的公廁都展開了翻新和優化的工程 當中50所已經完成了 亦會善用科技 食物安全方面亦是很重要的 大家留意到我們今年年中 都完成了加強規管工業制、反式脂肪等 食物內有害物質的法例修訂 下一步我們會審視有關 受藥殘餘的食物安全法例 計劃在明年內完成檢討 而第二個亦非常重要 就是加強保障我們36個月以下的嬰兒營養 以及健康的一些標籤 我們會檢視這些嬰兒配方產品的營養成份 以及標籤的相關規定 以及他們的營養和健康聲稱的規管 我們一方面會看世界各地的整體做法 以及與持份者、市民保持溝通 至於餘農業和動物福利 我們在食物及衛生局、食物科的其中一個重要範疇 在餘農業方面有三個重點 第一是餘業持續發展基金和餘業持續發展基金 下面推出的一些計劃 這兩個基金已經做了一段時間 所以現在我們最新也會推出一些新的先導計劃 重點資助本地的漁農用一些新的技術 與時並進 第二是農業園 農業園在現時的情況下 第一期的工程已經是分階段完成 亦即將展開第二期的籌備工作 科技在餘農業的發展也非常重要 兩方面 一是要推廣一些智能溫室的科技 去發展精準和自動化的水耕生產技術 另一方面是推廣深海養殖 在東隆州的餘類養殖區 是設立現代化的深海網商的養殖示範 這些工作我們都會繼續推進 以及留意世界各地和內地 對漁農業發展的整體做法 最後就是動物福利 我們會提議修訂防止殘酷對待動物的條例 以提升動物福利 預計我們在2022年的上半年 都會將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審議 這是最後交給下一位局長 謝謝陳局長 各位傳媒的朋友 我講講關於教育的 在思念報告裏教育的工作 本屆政府十分重視教育 過去四年已經累積了 增加了約135億的經常開支 也推出了一系列涵蓋整個教育系統的政策措施 包括了教師的專業發展 學校的課程 考試平衡 升學安排和大學科研工作等等 為學生提供優質的教育 需要支援學校落實有關的工作 也需要持續地監察和跟進 涉及學校教學和教師操守的事業 在國家十四五規劃和約港澳大灣區高速發展之下 香港其實是擁有近水流台先得月的優勢 青年人如果能夠充分準備 是一定可以折觸先登 為此我們要幫助同學 要好好裝備自己 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 同時要鞏固國家觀念 認識國情 和正確理解一國兩制 才能夠確立一個國民身份認同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也因應國家所需 發揮香港所長 取得最大的成就 行政長官剛公布2021年施政報告 在教育政策方面 我們會特別加強以下的幾樣工作 第一 我們全面推動國民教育和國家安全教育 教育局繼續以多重進路 互相配合的方式 全力支援學校在課堂內外 全方位推動國民教育和國家安全教育 包括跟進每一間學校的校本計劃 加強教師的培訓、更新課程 提供教學資源和舉辦多元化的活動等 令學生可以認識中華文化、中國歷史、國情 憲法、基本法和國家安全概念 亦培養學生對中華文化和國民身份的認同 亦加強私生共同維護國家安全的意識和責任感 第二 我們培養學生的媒體和資訊素養 亦建立一個正面的價值觀 我們會在今個學年推出價值觀教育課程架構 一個試行版 為學校規劃價值觀教育課程 提供具體建議 亦會更新香港學生資訊素養的學習架構 令學校可以加強中小學課程中 與資訊素養相關的學習元素 同時舉辦學生的活動和教師培訓 以及發展學與教的資源 培養學生有效和符合道德 去運用資訊和通訊科技的能力和態度 亦建立一個正面的價值觀、態度和行為 第三 加強教師專業操守和培訓 在2022、23學年開始 我們會要求公營學校 只可以聘任已經通過基本法測試的新教師 我們會制定一套教師專業操守指引 亦都提供實例 說明對失德教師的懲處 亦都令到教師時刻可以注意謹言慎行、守規守法 教育局在檢視教師註冊的時候 是會以這個指引作為一個參考 對於個別涉及違法或失德行為的教師 我們一定會嚴肅跟進、處理 同時我們都會對財德兼備的教師予以表揚 另外我們會加強教師的核心培訓課程 亦都與私資培訓機構加強合作 進一步提升職前培訓的水平和要求 第四 支援專上教育和研究工作和發展 政府建議將研究配對補助基金延長兩年 去到2024年的7月 我們都建議將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資助的研究院研究課程 超額收身的上限 由70%是逐步放寬至到100% 同時亦都邀請了教師會 考慮增加資助研究院研究課程學的可能性 政府又會為香港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提供土地 興建設施作為科研的用途 亦都支持香港理工大學 研究把現時用作自資尊上教育的紅磡灣校社 用作學術和研究的發展 教師會正準備下一個三年撥款週期的建議 當中包括開辦更多STEM範疇的相關課程 去培育創科人才 亦都讓大學善用學額發揮自身的優勢 教師會亦都會檢視撥款的安排 促進大學積極參與大灣區的發展 例如適當地增加撥款 令大學生可以放眼粵港澳大灣區的機遇 在檢討自資尊上教育方面 教育局已就修訂專上學院條例 第320章完成公眾諮詢 亦都將提出修訂 以優化自資尊上院校的規管框架 及完善管治的工作 預計會在2022年提交修訂條例草案 是給立法會審議 第五,提供多元進階路徑 及推廣職業專才教育 毅進民憑課程為中學的離校生 及成年的學員 提供另一個學習途徑 從而取得就業及進修所需要的正式學歷 現時撥款是可以維持這個計劃 到2022年、2023年 政府會檢討毅進民憑課程的資助計劃 包括是否考慮 是否可以將這個計劃恆常化 政府又會透過加強業界合作 探討如何在職專教育課程中 結合更多職場學習和平衡元素 鼓勵學生參與應用學習 進一步推廣職業專才教育 政府已推出應用學位課程的先導計劃 選了四個學位課程參加這個計劃 有關課程最早可以在2022年、2023年推出 第六、持續優化幼稚園教育計劃 幼稚園教育計劃在2017、2018年實施後 大致猖順 家長可以按學童的需要 選擇不同模式的優質幼稚園教育 大大減輕負擔 我們也會逐步落實各項優化措施 包括精簡行政程序 幫助幼稚園改善校舍環境 加強教師的專業發展 推動家長教育 和增加對有經濟需要的家庭支援等等 第七、應用資訊科技提升教育的服務 我們配合趙偉政府的策略 教育局計劃是由2023年開始分階段 將小一和中一入學申請全面填紙化 以提升處理申請和派位結果公佈程序的效率 方便市民 另外我們也會提升學生資助服務平台 以便利市民網上提交申請 也會開發聊天機械人 提供24小時的查詢服務 以及支援使用流動平台 和手提設備進行家訪和面填 提升處理學生資助申請和查詢的效率 除了上述工作之外 教育局也會持續推行其他措施 舉例說去年在施政報告裏提出 在優質教育基金撥備20億元支援電子學習 當中15億元讓學校購買流動電腦裝置 和提供上網所需的器材 可以供31萬有需要的學生借用 其餘5億元會支持電子學習所需的配套 例如構建學與教資源分享平台 以及鼓勵教師分享優質教材 會在今個學年推出 另外一方面 學校推薦直接錄取計劃 會在2022、23年開始推行 計劃提高大學修身的靈活性 令到個別學科或範疇有特殊才能和興趣的中學生 是有機會獲得大學直接錄 這個計劃正在接受學校的提名 另外教育局已經在2020年10月開展了 副學位教育的檢討 涵蓋的範疇包括了更明確區分副學士學位 和高級民憑的資歷定位 改善兩者之間的課程結構和內容 以及為高級民憑提供更多職場學習 以及實習的機會 加強業界的參與 也都靈活調整入學資格等等 預計有關檢討工作會在2022年完成 我們希望透過各項教育措施 培養青年人成為有質素 對社會有承擔 亦都具國家觀念香港情懷 以及國際視野的新一代 現在將我的時間交給教育局長 是 多謝任務局長 各位傳媒朋友、各位市民 先就著行政長官2021年施政報告 有關我們民政的內容 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在2021年的施政報告中 大家留意提出了一些 一些從組政府架構的初步 可以採納的方向 當中有提到設立文化、體育及旅遊局 這亦將目前分散在民政事務局的文化事務 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的創業產業、旅遊 統整一起 推進香港發展成為中外文化交流中心 當然裏面亦有提到 重組民政事務局 為青年及地區事務局 我將來稱為青地局 加強以地方為本的方法 解決以市民日常關心的地區問題 以及支持青年發展提供暫識的平台 其實這些建議都是純粹所說的 拋轉人肉 我們都希望在新一屆立法會組成之後 我們就著一些決策局重組的事 馬上會展開一些討論 我們都會在未來幾個月 跟不同的持訓者 包括我們向文化、體育業界 去交流意見 制定一些詳細的方向 當如果那個方向是定了的時候 我們往後的工作都會比較多 包括一些重組的工作 我們都可能需要有關的人士的調配 資源、一些分配 以至法例上可能需要的修訂 這些會做一些前期的工作 當然在我們本亞政府任內 因為民政事務局其實都負責很多範疇 當中也都包括青年發展、體育、文化、藝術 以及一些地區的事項 我們盡力會落實和推行各項主要的措施 在這裡我都會簡介各個政策範疇的內容 青年發展方面 我們都將會邀請青年發展委員會 研究一些豐富 其實現有的一些計劃 同時都會推出一些新的資助計劃 支持一些合資格的非政府機構 舉辦培育青年人正向思維的項目 事實上青年發展委員會已經在2019年 優化了青年生涯規劃的資助計劃 資助了24間非政府機構和360所中學合辦活動 因應疫情 其實去年3月我們都更加優化措施 鼓勵利用更多的網上和電子學習 去推行這些活動 再推出了中學生、離校生 個人升學和就業的支援服務 二行已經有24間獲資助機構 提供一次性為期一年的額外 這一方面的撥款 國家是很關心香港的青年人 十四五規劃的綱要裡面也提出 支援香港青年到內地發展 青年發展委員會已經在青年發展基金 推出了兩項有關的資助計劃 支持團隊在香港和大灣區內地的城市創業 越港澳大灣區青年創業資助計劃 已經是資助了共16個非政府的機構 為大概230家的青年初創企業 為及超過800名香港的青年 向約4,000名青年提供了創業支援和枯化服務 獲資助的非政府機構已經陸續推出項目 部分已經成功招募首批青年創業的團隊 也將會視乎疫情發展陸續 協助他們落湖大灣區這些商創的基地 在越港澳大灣區的創新創業基地的體驗指助計劃 亦都指助了15個非政府機構 舉辦一些大灣區內地城市的創業基地的 短期的體驗項目 預計有700名青年人會受惠 為了將成立大灣區的香港青年創新創業基地聯盟 建立一站式的平台 支持大灣區的香港青年 遲些我都會安排上灣區那邊 去看看這方面的進展 在體育方面 中國香港代表隊在東京奧運會 東京的殘疾人奧運會 以及在第十四屆的傳聞會 都取得兩眼的成績 其實都可以看到我們過去 多年在政府和各持分者的努力得到成果 而政策的道向 其實都可以看到方向都是正確的 我們會繼續研究 在精英化、盛事化和普及化的基礎上 向更專業化和產業化的方向發展 由我主持的工作小組 是會將會議商界和體育界 共同探討如何進一步深化這些措施 行政長官在先報告中 也是張道專員的專責 所以特別提到 我們在2015年設立的體育專員 其實都證明了 對推育體育的發展有很大的幫助 成效也是彰顯的 在早前其實我們都報告過 在我們香港體育學院的新大樓工程 我們會爭取在2024年年中完成 那麼新大樓正作業面積 都大概是約有8935平方米 主要是提供有兩個新的訓練場地 有關的主體工程的撥款 其實都已經獲立立法會的財委會批准 我們都會就住香港創馬會 慈善信託基金共同斥資 設立一個三億元的運動科研資助計劃 有關的撥款都準備獲去財委會批准 政府會繼續為我們的退役運動員 包括殘疾運動員提供支援 在2018年推出的退役運動員轉型計劃 這個年度已經有超過70名的退役運動員參加 亦都是受聘與合資格的學校 體育機構我們都將會再擴展計劃 目標是在五年內 將參與計劃的退役運動員人數 能夠增加一倍 特區都很感謝中央政府的信任和支持 所以早前大家都留意到 讓我們與廣東和澳門共同承辦 接下來的2025年第十五屆的全國運動會 我們到接下來會全力以赴 接下來將會安排 盡快與中央有關的部委 廣東省和澳門特區政府 我們要這樣合作去籌備一個簡約 安全精彩的全文會 就著文化藝術方面 在十四五的規劃綱要提出 支持香港發展為中外文化藝術的交流中心 我們會隨著五大方向去落實 包括我們建立世界級的文化設施 和多元的文化空間 加強我們與海外的藝術文化機構的關係 加強與內地的文化交流合作 和善用科技和培養人才 具體的措施也包括擴充藝術文化的品牌 例如我們之前在巴塞爾藝術展 在香港會展和香港藝術節這些內容 都會透過香港州等活動 展示香港文化藝術的成長 和出現文化的交流 並且與內地和海外的文博機構加強合作 爭取珍貴的文物可以來到香港展出 還有借出香港的藝術和文化藝術品 給內地和海外的文博機構 政府將亦透過與內地的省市 海外的政府和文化機構合作 拓展聯繫 為本地的藝術爭取更多的演出機會 和在確闊的觀眾層 政府也將藝術科技的專才 納入優秀人才入整計劃下的人才清單 引入優秀的藝術科技專才 在文化設施方面 我們正與興建東九文化中心 預計在2023年會分階段啟用 東九文化中心也將會結合藝術和科技 我們會設置一個創館 作為藝術科技發展的一個試驗基地 HOMETRY也計劃會設立一所 中國歷史文化推廣活動的中心 配合香港歷史博物館的一些館藏 舉辦一些教育和推廣的活動 聯繫國家歷史和文化發展的進程 亦都希望可以增廣大眾 尤其是很多年青人對中國歷史和傳統文化的認知 中心也都會為學生提供正規的學校的課程以外的一些學習的機會 西港文化區M+,M加博物館和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亦都分別預計會在2021年11月 以及2022年年中開幕 演藝綜合的劇場亦都預計在2024年是員工 西港文化區管理局會繼續舉辦各項優質的活動 推展與其他地方的文化交流 豐富市民的文化生活 拓展觀眾群、培育本地的人才和促進專業的發展 政府會繼續支持西港文化區的計劃 亦都包括監察和協助西港管理局的策劃發展、營運這方面的工作 亦都會向立法會財委會申請 培股建造西港文化區的基建設施 以及推行加強財委會這方面的安排 在地區事務方面 我們都留意到 現時新界是有不少的祖堂地可以供發展的 作為可以釋放祖堂地的發展潛力 我們會在今年內成立一個工作小組 聯同發展局和鄉議局一起去檢視 現行的祖堂管理模式 並且在尊重祖堂傳統和保障祖堂成員的 合理權益的前提下 提出改善祖堂管理的建議 我們希望能夠在一年內完成檢討 並停一制定具體的修訂建議 而另外在地區文靜事務總署 協助很多大廈私人大廈的業主 根據建築物管理條例三四四章 成立業主樓案發團 以及提供多項支援服務 包括針對三號大廈 大廈的管理專業顧問服務計劃 政府在2019年的司令報告 符編中宣布了會將顧問服務 計劃行上法 參考了立法會政府 帳目委員會早前的一些建議 我們民政總署也將會以試驗的形式 邀請一些具有大廈管理 或者相關經驗的社區組織 非政府機構向三毛大廈的業主 居民提供服務 事務計劃為期一年 預計在明年第一季 首先我們在深水埗區展開 推行一年後 我們進行檢討看看城下 其實還有很多內容 但我相信在《星報告》和《附編》中都有 我先講到這裏 看看大家有甚麼提問再作補充 好 多謝四位局長 因為範疇闊很多 好 每位傳媒代表提問的時候 除了說你們的機構和名字 希望每位局長最多問一題 給多些機會 每位不同的記者都可以問 好 中間第二項 淺色三位 你好 立場新聞 首先想問一下徐局長 你是哪個機構 立場新聞 首先想問一下徐局長 因為政府剛剛宣布DQ另一批區議員 想問一下徐局長 其實DQ的原因是為何不公開的呢 市民大眾都應該知道這條紅線在哪裏 公開的責任是否應該落在政府上 第二就是 局長你可不可以說一下 我問兩個局長 如果和施政報告不相關 我們便會問到最後 因為施政報告也有提到假新聞的法例 局長你怎樣看甚麼是假新聞呢 傳媒之前的消息說 政府追討DQ區議員新進 為何政府一直都不澄清呢 那這些是假新聞呢 為何一直融讓這些消息流傳呢 問政局有沒有放過風呢 第二就是想問一下楊局長 就是中大學生會解散 日後中大學生沒有學生會 幫他們謀福利等等 局長你自己會否覺得可惜呢 校方拒絕承認學生會的做法 現在演變成這樣 是否要逼學生上絕路呢 麻煩你 我想我們今天都回答了 和施政報告的範疇有關內容 如果還有時間 我們再處理其他 請第二位 請問一下 我可以回應一下 請問一下 好 其實在這個聲音報告裡 都有特別提到的 其實我們不是第一次答過 是就政府現在 都要檢視一下 尤其是各更安全方面 有方面在立法有甚麼需要多做 簡單來說 就是在過去和未來的民政局 我個人 就是在研究和各地區 他們對假新聞資訊的一些經驗和處理方法 在聲譜局都寫了 看完之後 我們會就住下一步提供參考 所以就住那部分就是這麽多 好 麻煩你 好 麻煩你 好 麻煩你 另外這邊 好 回來這邊 就是最後那一項 粉紅色三位 你好 首先想問楊局長 請問你哪位 NOW TV的記者 首先想問楊局長 因為看到剛剛提出 在下學期開始 如果要請一些新的教職員 都要通過一個基本法事 其實現在這個聘用條件 因為都看到有大量的教職員流失 會不會覺得這個聘用條件 都會令到少了老師肯入行 而另外已經入職的老師 其實需不需要去補考這個基本法事呢 另外都看到 由一個專業操守的指引 將會推出的 其實他們的內容是甚麼 如果老師當中有些不遵守 或者收到投訴的話 是不是都會按照這個 教師專業失德去處理呢 另外都看到 因為有些教職員 即大學那邊的學生 都會停止運作 會不會都覺得 教育局在這方面 都需要下一點工夫 或者是 另外都說每位局長問一條 好 麻煩 好 想問一下徐局長 徐局長都看到 現在又會拆局 看到青年圖地區事務那邊 以及文化體育那邊都會分開 那覺得這個局拆了之後 會不會都算是拆得多呢 會不會拆完之後的處理方法 是比現在的工作減輕了 另外看到每一輪的宣誓之後 都會DQ一批區議員 會不會都影響到 就是你剛剛有提到 立法會上新一輪的 立法會議員選出之後 會可以談到拆局方面 那會不會都令到 立法會參選人減少 另外想知道現在就黑雨了 那下午的宣誓 會不會都繼續做 我先回答那兩個問題 我們在施政報告裏面 是建議 亦都會推行的 就是在下一個學年開始 在公營學校新入職 或者新聘請的老師 是需要通過一個 基本法的考試 那個理念其實就是 因為我們在公營學校的課程裏面 其實都有很多機會 涉獵到基本法 關於香港憲制地位等等的問題 所以我們覺得作為一個 在公營學校裏面的教師 對基本法有一定的認識 這是一個必要的條件 我們會參考現在 在公務員招聘裏面 需要通過基本法考試 大致上的準則 作為我們對新入職老師的要求 我們在過去那段時間 見到公務員 就算加了公務員聘請 就算加了一個對基本法考試的要求 亦都不見得 在招聘上遇到任何的困難 所以我們都不相信 在招聘老師那裡會有很大的問題 至於你說到教師流生的問題 我們的而且確是聽到 有說教師有一個比較比往年大了一些的流動 但是到現在開學之後 我們從學校裏面反映得到 大致上大家學校的運作仍然正常 也都請到足夠的老師去進行教學的工作 所以這方面我相信大家不需要擔心 至於我們將會制定的一個 教師專業操守的實務指引 其實主要是根據過往我們處理了 二百多宗有關教師專業失德的個案 還有在這段時間 因為恆常我們也都會有一些 我們需要可能是因為法庭的判案 或者其他投訴處理的個案 去就住我們得到的經驗和內容 是將我們過去 譬如怎樣考慮究竟一個老師 是不是一個合適的老師 或者是不是一個符合我們法例之下 要求的老師 我們是將這些以一些實例的形式 重新地去將這個清楚地表達出來 這個對無論是老師來說 他有更加清晰地對他自己 就是對教局對他的要求 或者社會對他的要求 以至於將來我們在執行 教育條例之下的權力的時候 會有一個更加清晰的看法 以及有一個更加清晰的做法 我正在回應剛才關於 重組那邊的一些提議法 首先民政局 剛才我開場發言過 我們過去這麼多年 都是負責文化 體育 青年發展 地區行政 其實還有很多其他 不過如果要數的話 可能會數很久 在那個建議當中 如果沒有看錯 是說下一屆政府 所以我本格政府 我還有九個月的時間 我的工作 會繼續全程投入 去做這幾個範疇的政策工作 其實也很開心 為什麼呢 我經常說民政是一個大家庭 現在看到我們文化體育這兩個範疇 就像子女一樣 大了 他又可以再開一個新的家庭 但仍然是政府大家庭裏面 但我看到在文化方面 你見到十四五的中文化交流中心 很多規劃 甚至當中也有提到 一些文化的創業產業 其實都屬於文化範疇 能夠有些整合 可能對於將來的發展 甚至在中央 其實都是以文化旅遊局來定 當然在將來的發展方向 我們都需要跟業界溝通 去聽聽大家的意見 看看方向、重點、發展 是怎樣走 這應該會在新一屆的立法會 和未來幾個月 我們會加強這方面的接觸和討論 就著青年和地區 其實一直都是我那邊的 我們都很重視 而且接下來見到的機遇 也是越來越多 包括其實我們在灣區的機遇 所以在地區行政 其實都可能值得去探討一下 什麼是屬於地區行政 所以在這一方面 我相信未來的工作 一定有多無少 我只能夠可以說到 在我任期內 即未來九個月的工作 做好前期工作的功夫 定了案後 我們就要為下一屆政府 做好這方面的交接推動 就著宣誓的安排 我都知道現在還有黑雨 很少看到黑雨 黑兩個多鐘 不過我們會留意著 最重要是安全 如果有需要的時候 我們會再作相關的安排 好謝謝 中間那行紅色三個位 好的 untuk Dr. Law karena the government menyatakan NPF Offset Mechanism aris only need only to pay three thousand dollars maximum if the first years of the total expenditure on surveillance and long-term payments do not exceed five hundred thousand dollars so is that too low and too favorable to the employers and the second question is for Professor Chan The government is now studying the conditions for COVID patients to discharge So can you tell us how many people were actually infected by discharged COVID patients And is it sensible use of healthcare resources to ask COVID patients To stay in isolation for up to 21 days before they are allowed to return to their homes And the third question is for Mr. Young Is it fair for only teachers to take the basic law test When there are other industries that are also fund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do teachers need to take the test every year And what is the consequences if they fail Thank you Okay let me take the first question But let me explain a little bit more about the Abolishing the offset mechanism between the NPF and the self-dance payment and non-service payment The idea is when we abolish the link between the two There will be no retrospective effect Which basically mean on day one The amount of long service payment and self-dance payment that cannot be offset Will start from zero on day one Okay no matter how long you work with the employer up to that particular point of time The amount that cannot be offset starts from zero So in terms of the first few years The amount of self-dance payment and non-service payment will not be large anyway Okay because it starts from zero and then they will calculate on two-thirds of the monthly salary per year of experience So that number will not be huge So $3,000 for the first few years as the cap for the employer in paying the non-service payment or self-dance payment When it does not exceed $500,000 for the whole year It's not too low but low enough to ensure that the employers were able to pay off out of pocket for that additional payment So that is a very straightforward answer because just bear in mind to start from day one It will be zero at the very beginning Okay thanks Okay regarding the second question about the COVID-19 patient and its discharge criteria Actually in the past 21 months when we are fighting the COVID-19 The government has been adjusting our prevention, preparedness as well as a control plan towards fighting the COVID-19 virus all along You know as we assess you know the situation As well as treating the COVID-19 patients and also the quarantine and also isolation period According to the data that we have collected and also the analysis So the hospital authority has been reviewing the discharge criteria, the treatment options as well as the mutant strain of the virus you know all along So I think as far as the discharge criteria is concerned They have always been reviewing and looking at it and see if the situation warrants any change So if you look at the data actually so far there is about 59 patients that is hospitalized in the hospital authority hospital or treatment facilities so far So while considering the lengthening of the or changing or adjusting the discharge criteria as well as whether we are going to lengthen the isolation period Either before discharge in looking at ensuring the patient is free from the virus before discharge As well as having a quarantine period after discharge I think we are now you know looking into the situation Obviously when we do this we would also look into the feasibility and also the availability of the our quarantine as well as our isolation facilities Regarding your third question We are not asking all the teachers to do a test every year on basic law What we are proposing is for those starting from next academic year For those newly recruited into the public schools We require them to pass a test on basic law which is very similar to what we are We have been doing for the civil service And the reason as I explained is because now in our curriculum and in our daily teaching The constitutional status of Hong Kong And also the content of basic law Become part of the daily teaching And also become part of the curriculum in many subjects So we think that is necessary for our new teachers To have some basic knowledge about the basic law That will only facilitate their teaching duties I think when they join the teaching force Thank you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沒有其他問題 那這裡中間這位男士 你好 市民局長 經濟部 首先想問楊局長 就是那個工營學校教師 新教師要考基本法的測試 內容跟公文一樣 但是當中會不會有一個合格分數 那麼如果教師是不通過測試的 有沒有一次重考 以及是否一次考試的分數會是終身受用呢 以及預計會影響到多少新入職的教師 另外第二 也想問一下羅局長 就是那個取消對沖的方面 優化政府資助計劃的方面 就是看回第一至三年的風景是三千元 會否覺得這個金額太低呢 可能僱主要解僱那個人的成本 只需要三千元這方面 還有提班第四年 去到封頂是二萬五 那個差距會不會太大呢 是這麼多 麻煩你 在那個要求教師 就是有一個基本法的測試 那個水平和合格的原則 大致上跟我們都是參考公務員的做法的 那原則上除非 例如公務員的系統 在那個基本法的測試 有一個新的要求或者改變 我們就會考慮 原則上他考了一次 譬如某位老師 他考了之後 他得到合格的成績 他入職將來轉校或者去一個新崗位的時候 他不需要再考過 除非那個要求到時候 我們參考了公務員之後 覺得需要再去提升的時候 就是另外一個情況 那接下來我們會在幾個月 就會有些多一些實際運作 和推動的細則會出來 我們的目標都是希望在 因為公務員現在一年 以我所知也都考兩次 那我們可能會在中間的時間 我們都會推一些出來 給一些準老師去考的 那我們完全明白 就是在老師 在公營學校裏面請老師的周期是怎樣 那我們變成安排考試的時間等等 我們會作出充分的配合 好 剛才那條問題 正如在英文那裡我都回答了 因為作為取消對沖 當他生效之後 在生效之前的有關顯示費 和長期同母給仍然可以對沖 只是不能夠對沖 就是由那一天生效之後 開始累積的遣散費和長期服務金 可能要付出的金額 才不能對沖 所以由第一天開始 那個有關的遣散費和長期服務金 的可能根源是零開始 所以頭幾年基本上 都是以每一個個案來講 是相當之低的 甚至如果大家了解 遣散費和長期服務金 以那三分之二的每一年的年 每一年的年之三分之二一個月的人工 都有一個上限的上限 一萬五千元 所以一般來講 那個金額不高 所以頭三年來講 那三千元本身就 當然是我們設計上 是在初期希望可以幫多些 所以這個呢 那個金額不算是特別低的 當然都要足夠去 即所謂低 令到它有足夠的時間 給那些僱主 是透過專欄儲蓄戶口去儲錢 所以到第二天 跟著陸續 那個政府的資助就會減少 我們相信經過一段時間 當那些僱主掌握了整個制度的時候 那個問題的困難會小很多 所以那個有關的所謂上限 和政府的資助的比例都會下降 不過詳細因為都挺技術的 所以讓勞工處在薩樂 都有一個技術的簡介會 希望傳媒的朋友 如果想了解更加深入 在勞工處可以幫到大家 謝謝 那邊最遠的那位白色衫 那位女士 明報想問一下 徐局長 關於假新聞那個 其實剛才你有說過 都是因為跟國安有關 其實那個研究方向 會不會做這個法例的時候 都會跟國安有關的新聞的資訊 你們會去看 還是為什麼會跟國安有關 還有其實今屆政府 會不會有一個初步的框架會出到來呢 第二個問題想問羅局長 關於那個4加18的檢討 想看看其實那個方向 會不會都好像一五年一樣 還是會怎樣去做 好 麻煩 謝謝 好啊 剛才國安那一項 其實我們回到國安安全法 我想帶了過來 其實在第九條那項 特別講了 就是香港特別行政區 應當加強維護國家安全 和防範恐怖活動的工作 對學校、社會團體、媒體、網絡等 是涉及國安安全的事宜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應當採取必要措施 加強宣傳指導監督管理 所以這個我們都是我們的職責 所以就著這一方面 當然我們怎樣去做 是需要做一些研究的 因為在很多不同國家宣傳地區 都有相關的法例 以往我在立法會也提過 你想想如果在一些虛假的訊息 可能會導致影響我們 可能防疫抗疫衛生安全那方面 對於可能一些金融財金 那方面影響市場 這些都是很重要的 當然另外就是在國家安全那方面 所以其實在今次的聲譽報告裡 都特別留意那段 就是會由政務司司長統籌有關的工作 我記得行政長官好像早前 在一些訪問都提到 這其實也牽涉到很多政策局 怎樣包含和怎樣去看呢 如果我看回新加坡的時候 上年去做 他們都會跟業界去做很詳盡的 一些交流和溝通 所以這一方面 現在首要的工作 就是要去研究一下 其他國家地區他們 對於這些假新聞的資訊 的一些經驗和處理方法 當然其次就是要去看看 怎樣是在香港 適合香港的情況下 可以保障得到安全 所以我們現在先做這方面的工作 有下一步的時候我們才會再回報 多謝 有關於418的檢討 當然一定會用2015當時的討論 作為一個基礎去說 不過自從2015年到今天來講 就是那個討論的重點 都是主要是兩部份的 一個部份就是4和100 就是這兩個要同時都符合 就是連續四個星期 每個星期18小時 同時符合 才符合這個連續 譬如我合約的定義 是不是可以 不需要同時符合兩個呢 這個是其中一個討論 其中一個方向的討論 就是把4乘18給了72 總而言之你符合72小時 在四個星期之內 不管它是不是連續四個星期 或者每一個星期 都是滿足18小時 這個要求 其中一個討論方向 第二個方向就是 社會上都比較多 就是越來越多的 所謂自由工 自由工其中有可能 它在四個星期 都做不到72個小時 那是不是有一部份的 僱員的權益 是可以按比例去 在法律上提供給 去保障這些 我相信這個 也是第二個討論的方向 我相信一定要 僱主和僱員在這方面 大家保持一個 所謂互量互樣的精神 去繼續探討 那暫時政府本身 是不會有一個立場的 好 這邊有一位 最後一項 你好 有善新聞 首先想問陳局長 關於內地的通關條件 即是香港政府 會不會修改出院的條件 收緊豁免檢疫的人士 等等的措施去配合 那時間表是甚麼 還有安心出行 那裡遲些 是否不會給田子仔 健康碼是本地用 還是回內地才要用呢 有沒有追蹤功能 第二想問楊局長 就是關於那個官津老師 基本法考試那裡 會不會涵蓋 覺得遲些都要 非官津的學校都要呢 還有中大學生會解散那裡 會不會覺得學生 沒有渠道發聲 和教育局 會不會怎樣協調呢 第三想問徐英偉局長 DQ區議員那裡 到底是甚麼理據呢 為何不公開 區議員是服務市民 如果你DQ他們 是否要交代原因 整個宣誓的意識 是否只是一個形式化呢 謝謝 好 首先多謝你的問題 關於通關那裡 當然我們在過去 在聯防聯控的基礎下 我們也是由 政務司司長領導的對接會 我們在9月26日 我們都是大家很坦誠地去交流 以及對於兩地的防疫抗疫的一個政策 以及我們的措施 大家都作了一個討論的 當然我們在現在的整體情況下 我們通關都是我們頭等的大事 一方面我們一定要持續清零 創造更加好的基礎去通關 第二我們在通關的情況下 亦都是不會帶來給內地一些額外的風險 所以縱使我們制度不同 但是我們亦都是期望在聯防聯控的基礎下 我們一定要達至更加一致 在我們整體的總結的經驗 以及對於內地的防控措施 因為他們亦都有更多的數據 在交流其實都是一個很豐富的學習 以及大家去總結經驗的一個機會 所以我們一定會全力去配合 亦都是會全速去進行我們這方面的工作 至於你剛才所說的幾方面 當然我們在整個範圍 都是在這個外防輸入和內防擴散 我們裏面的一些措施 和治理病人的一些臨床經驗那裡 是交換意見的 當然健康碼都會是其中一個範疇 大家亦都聽到 邵永恆局長他們創科那邊 亦都是在健康碼的工作 一直是檢視和配合整體的防疫工作 目前現在在技術方面 都是作出一些探討和處理的 至於在外防輸入和內防擴散 包括你剛才所說的 例如一些豁免人士 又或者是一些好像在醫院 匯出院病人的一些臨床的一些調整 其實這個現在我們都是全力在研究和處理的 當然我們在過去的一個月 其實我們都隨著我們的防疫整體的情況 以及看回以科學為本為原則 我們對於病毒整體的轉變等等 這些情況我們都很不斷調整我們的措施 所以現在其實我們和內地聯防聯控 大家這個交流是非常有建設性 以及我們都會全力配合通關的要求 在基本法考試或者一個測試 暫時我們是公營學校 但是我們都是逐步逐步做 長遠來說 我們是會考慮涵蓋賣其他的學校 就著宣誓那些說 其實我和行政長官在多個場合 其實都已經講了一個要求標準 我也是 不是新的 不過如果你問到我再讀一次 在宣誓的條例 定立的目標是落實基本法104條 以及香港國安法對公職人員宣誓的規定 是維護特區憲制的秩序 進一步確立外國者治港原則 任何用這個目標相關都是可考慮的因素 當中我們是否通過宣誓 是考慮宣誓及生命條例證明及負面清單 負面清單有甚麼呢 作出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或者活動 拒絕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擁有的行使權 宣揚或支持港獨的主張 尋求外國政府或組織 干預香港特區事務 作出損害或傾向損害基本法 中以行政上公為主導的政治體制秩序 侮辱、貶國、歌等 主權長征等 都是其中一些考慮因素 所有回覆的信件內都詳細已經交代 所以剛才有個別媒體朋友 他說我們沒有寫到原因 這個不正確 我們是已經有相關的內容 已經是回覆了 當然 我多次也有說 如果有任何違法的行為 是有需要或者是已經有的話 我們是會將這些個案轉介 被執法部門跟進 或者我講到這裏 我知道楊局長有事要補充 既然徐局長都說了一些 不是施政報告的事 我都打一打中大學生會的問題 大家都會見到在學校裏面 中學或者大學裏面 其實都有很多不同的學生組織 他們成立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因素 可能有些是為了學生去舉辦活動 有些可能是為了學生提供一些服務 也有些是方便學校去收集一些學生的意見 每個組織自己都有自己成立的目標 成立的工作和它成立的規則 也都包括了它如果想結束的時候 也都有它一個做法 所以每個組織 他們自己因應實際的情況 決定怎樣做 這個我們由那個組織自己決定 但是無論如何 這些組織當它去做它服務也好 舉辦活動也好 必須要守法、守規 這裡說的是守香港的法例 同一時間也要守校規 因為他們都是一些學生的組織 自然學生需要守這個校規 在香港中文大學和學生會的關係上 這件事上 香港中文大學絕對 這個其實是大學和他學生會之間的關係 也都絕對是在大學 他一個行政工作 他是完全可以根據他的法例 比喻他的權力 和他對事情的評估 是作出他認為需要的行動 這個我們絕對支持 至於如果真的學生會在決定解散之後 我相信大學也都一定會提供足夠的服務給學生 包括了是繼續和一些現在所謂學生會的熟會的一些 支援的工作 以及和學生保持著一定的溝通 也可以透過他們現行的一些聯絡方法 收集到學生的意見 所以在這方面我絕對不擔心 一個學生會 就算解散之後 對學生的服務的直接影響 我希望大家也要尊重 當我們經常說 我們希望院校有一個自主的時候 在這些屬於內部事務的時候 大家都尊重他的決定 好 我們今天已經答了超過十條的政策問題 也已經解答了最早的兩條問題 時間都差不多 因為緊接著還有一場的技術簡報會 我們今天的記者會到此為止 謝謝 我們今天的記者會到此為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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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